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只要三百块呢 我们这样花了两千块 是不是被厂商坑了 而且是Made in China 这好像不太合国防的规定吧 这个好像顾力熊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就再去查查 那再来黄国昌也说 这个国防大学谎报 没有录制的这个路由器 这个顾力熊讲说 这是这样子吗 那顾力熊一开始才认为是黄国昌说错 结果黄国昌出示了这个厂商 违运监工作业的回报单 那才发现真的是国防部被蒙蔽了吗 他才赶快讲说 这个会查清楚 那前几天 这个顾力熊又去到了淡水 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个小艇吗 就这样子 到了我们的愚人码头 一日游嘛 都没有被发现 他这次赶快去这边淡水河 这边看看这样子 河防部队 然后就说 这个军文社给了一张照片给媒体说 看起来这边 这个油桶入境藏了玄机 人家想说奇怪 这不是之前就演练过了吗 还要把自己吹得这样子 好像很厉害那样子 所以又显现出草包草包草包的这种样子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绿营 反正用什么来掩盖 抗中宝台最好掩盖他们的草包的本质 你看看 顾力熊讲说 现在这个青年 首来族要去大陆 旅游会被统战 他这样子讲 什么叫做首来族呢 就是可能没有去过中国大陆的 然后第一次去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年轻人学生 他就给他们讲说叫做首来族 然后他说接下来这些年轻人 如果他们能够接触到一些国防机密 就大陆的国防机密 国防部会针对这些人员来进行安全的审核 因为他说去到这样红色景点可能会被统战 人家想说拜托 我们年轻人去能接触到什么国防机密 我们连新闻台要去采访 申请都很难了 要上军舰申请都难得要命了 你觉得年轻人会去到那边 就深入到解放军的这种机密的地方去吗 所以人家想说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 那再来跟着唱贺的这个林楚英 他就讲说 现在这个渗透到国军还有一个新的方法 就是这个大陆有一种借贷低利贷款 想要渗透到我们的国军里头 然后就说 这个我进行国防部跟述发部 你们要赶紧的 就是去下架这些相关的贴文 他们竟然用这种什么裸拍低利 然后高额征稿的方式 要贷款给我们国军 这可能要被统战了 然后孤立雄就讲说 这个我们会注意 然后我们要赶快让这些 这个大陆的这种低低额 这个低价借贷这些贴文广告 赶快下架 他想说你为什么不改善一下 我们的这个国军弟兄的薪资呢 然后人家还得要 让过到得要去贷款 你怎么不去解决一些根本的问题 那梁文杰 他之前不是上了黄伟瀚的节目 讲成了两国关系吗 今天张启凯就问梁文杰说 所以你现在是收回你说的两国吗 梁文杰讲说没有 那是主持人的权势 推给黄伟瀚了 他就讲说他确切来讲是 两岸关系哦 本来就是两岸关系哦 现在就是当主持人也蛮辛苦哦 就会被甩锅哦 那再来看看这个绿营呢 大举撤回了23条的修法案 在立院里面啊 就是三部曲 第一部抗中宝宝 第二部搞乱立院 他们讲说封起来 连自己的都打 为什么呢 他们自己提过的修法 全部也通通撤回啦 反正要封起来的时候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那创润雄呢 在这个立院不是抽加热烟被抓包吗 就很生气哦 他就讲说 我这老烟枪哦 你们大家都知道啊 国民党要用这种小事来看我抽烟 是不是很奇怪 反正呢 如果换成蓝尾抽的话 恐怕青鸟又要包围立院 但是绿尾抽 抽的是一个民主的味道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叶金河一直告诉大家 就像是这个赖清德啊 或者是之前蔡英文讲的 我们现在台湾经济是史上最好的 台积电啊 市值还一度破照哦 这样子不断的喊 当然我们台湾有这样台积电是很棒 可是不代表我们全部的人都好啊 你看哦 这一两天发生的这些事情都让人家不声唏嘘哦 桃园的旅馆呢 出现了这种什么 一对年约四十岁的夫妻 因为经济状况不佳 带着两个小孩 在这一边这个巡短 还有另外就是三宠一家三口 就是男子当业务的妻子是 男子当业务妻子是会计 那妻子还曾经呢 就是有好像留美在回台 但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可能高科技也是被裁员 双双失业了 没想到就是他们带着孩子 也是这样子巡短了 那这个我们来问一下 袁志哥怎么看呢 对就是当台积电好 大家都很多人很高兴 但是台积电好不代表台湾 就是每一个人都好 因为根据劳动部之前 所公布的月薪的调查 平均是4.7万 可是有63个行业里面 大概有40个行业 都是在平均值以下 而且最好的行业跟最差的行业 最好的行业等于是 一个人是两个人的薪水 所以换句话说 你一直强调说台积电好 这些你没办法去推论说 整个台湾每个人都过得很好 所以政府不要老是用这种 用数据 用统计 数字 来麻痹大家 你真的要做的是去关心 有很多确实是过得不好的人 我觉得这还是重要的东西 你在那边锦上添花 你应该是要做 雪中送炭的工作 然后再来回来讲立法院 你看那个钟瑞雄抽烟 他现在觉得大家觉得是小事 昨天吴思瑶去攻击韩国瑜 他说他认为现在的立法院是 数字最差立法院 问题就到韩国瑜 我就问 一个立法委员 不在规定的地方抽烟 这个事情你要怪韩国瑜吗 韩国瑜要 如果是跟钟瑞雄讲说 你不要在这里抽烟 你觉得钟瑞雄会理他吗 钟瑞雄一定反嗆说 你也是立委 我也是立委 你没有比我大 你只是刚好做院长而已 是不是这样 而且不是只有钟瑞雄一个人 很喜欢这样子抽烟 柯建民上次已经乱抽烟被检举了 结果他照样 透过我们那个录影带看到 照样在走廊抽烟 他有在管理的吗 他被检举根本不怕 他就是喜欢整个立法院 都是我的吸烟场 你说韩国瑜去跟他讲 他会理韩国瑜吗 对不对 然后你说黄节四五点的时候 就这样破门而入 虽然他硬拗 我没有用锁 我没有破坏门锁 管理用什么方式 你就是门本来锁的 你就是进去了 那请教一下 规定七点开门 你可以四五点又进去吗 那这种行为 你怪韩国瑜 所以民进党 你要不要先节制一下 你们的立委 做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提案把它撤回 那你当初干嘛提 是提得太烂吗 还是怎么样 你没有做功课吗 所以这种问题是 你要自己带回去 叫柯建民管一管 不要什么都讲韩国瑜 好 来问一下慧恩哥 在马总统那几年 谢金河他是一个称职的媒体人 就是监督国民党 跟马政府的执政 在蔡总统跟赖总统 我觉得谢金河比较像是啦啦队 变成是在加油打气那种啦啦队 这是谢金河自己要去想的 我觉得刚才宣提到这个社会新闻 就是我们一些 比较弱势的朋友的这个状况 我是觉得非常的好 观众朋友你去看台北股市 因为股市我是门外汉 我只简单讲一个点就好 你去看台北股市 每天它开盘之后收盘之后 是上涨的加速比较多 还是下跌的比较多 你不要只看台积电 因为台北股市有1000多档 你去看上涨的比较多 还是下跌比较多 这样就好了 你看大盘指数是不准的 好 就这么简单 刚刚袁之兄提到 那些抽烟的部分 我们台股吃我们文化的胸壮 所以抽烟部分我不谈 但是袁之兄刚刚提到 韩国瑜这个 我就请问韩院长 你查清楚了没 跟着黄杰去开门的那个人 到底是谁 是谁 是鎖匠还是助理 这么多天人应该查出来了 黄杰他们现在就讲说 那个不是鎖匠 如果那个不是鎖匠 韩国瑜你就下台 这莫名其妙 那你立委 我旁边就有个立委 就是袁之兄 袁之兄你可以带一个 莫名其妙的人 跑到立法院的会议室 然后去把门打开吗 不行 当然不行 那我就请韩院长 你要处理 你当然是要告诉大家 黄杰的事情 总要有一个是非对错 对不对 总要有一个错 那我就要求院子 明天凌晨4点多 我们在立法院见 黄杰4点多就去立法院 我就4点多等你 你不来我就罢免你 可以这样子吗 不要好了 4点多我也还在睡觉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这是今年3月 柯建民呛吓的说 你们如果要用国会扩权 我就去提示线 柯建民3月就讲了 结果真的去示线 然后当时这个是更早 2月的时候傅困去讲什么 我要让民进党找不到人当部长 现在部长有缺吗 院子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 我去当部长好了 民进党每个部长都有人 哪有缺 可是你讲这么狠的话 你看在这个司法委员会 这个我上次问韦佳琪 韦佳琪有帮我作证 傅昆琪司法委五度被散会 为什么要五度散会 你当初讲的这些东西 都会变成大法官 因为这个昨天暂时处分的 那个准备存运开完了 很快暂时处分的 那个彩定就会出来了 到时候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彩定书 看大法官写什么 你们国民党在立法院 吵来吵去几个月 然后到底得到了什么 我很怀疑 然后变成黄杰是立法院 最认真的立委 我要告诉观众朋友 这句话我吞不下去 黄杰是立法院最认真的立委 你不要笑死人了 他是立法院最年轻的立委 我要告诉黄杰 你玩过头了 没有了 立法院几十年来 你问罗旺哲 你有看过哪个立委这样干的吗 四点多跑去立法院 然后鬼鬼祟祟 然后还言之有理 不然你要怎样 然后这种事情我不接受 韩院长加油 我等很多天 我没什么耐性 赶快处理黄杰好不好 加油 好 汪哲 这几天因为黄杰 因为这个门的事件 现在立法院的委员会 门已经不上锁了 就因为他这个动作 现在立法院的委员会的门 都不上锁了 就为了黄杰这样子 怕有人要撬开你知道吗 现在门已经不上锁了 保护手是不是 而且住位景 住位景现在变得非常机敏 就是只要有人在半夜 可能走来走去 他马上就会上前关心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气氛了 但问题是这件事很莫名其妙 今天立法院上班的时间 职讯的时间就是从9点开始 你说议事人员可能8点到 或8点半到 你为什么要今天那么早去 然后把那个门打开 这就是莫名其妙的地方 所以大夜班变很重要 你要嘛黄杰 你就在那边拿个板凳 那边等 等8点再进去 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我就觉得说黄杰背后一定有 更资深的立委 希望他这么做 应该是有 因为你看黄杰他 第一个他新科立委 你是在讲中嘉宾吗 他们要看一个南部爱情故事 茶水间 茶水间爱情故事 那问题是大家就很荒谬 如果今天一个新科立委 你敢这样做 你背后没有人跟你受益的话 大家觉得有可能 当然不可能 如果你打乱了民进党这个局 反而被民进党反打一场 他不就变得很尴尬 所以我觉得黄杰的动作 不是那么单纯 应该背后是有资深立委受益 也希望他这样去做 因为黄杰第一个在民进党内 看起来声量最高 他去做东西 黄杰声量最高 看起来是 除了沈柏洋之外 最认真然后声量最高 一元之加油 那个林传媒是黄杰是很有前途的 前途了嘛 政治人物 对 所以就派他去 全市民还要什么 派他去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 反正他就在镜头前装萌卖可爱 这一局就过 你看隔天立委记者去问他的时候 他说我有错吗 我有撬开门吗 对不对 你大家去看那个 看那个YT的那个受访 他自己在那边讲 我有撬开门吗 我想打你 你就不要去 他自己这样讲的 这个是铁针奴杉 他旁边的记者 旁边的立委就跟他要 好 有趣的 感谢观看